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 國金的財計消息 這個是來全球股市的部分 在這個台灣時間 今天的清晨 美股可以說是重衰 道瓊指數狂泄千點 而日韓股在昨天也是血洗 觸發了熔斷機制 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是 在美股的部分 道瓊工業指數是下跌了 1033.99點或2.6% 那納斯達克期指的話 是下跌了576.08點或3.43% 廢辦指數下跌了88.31點 1.92% 那標普500的部分 是下跌了160.23點或3% 台積電ATR的部分也是慘衰 好 下跌了1.27% 收在147.95美元 過去幾個月 表現非常的亮眼的揮答 則是下跌了6.36% 收在100.45美元 科技股可以說是一片慘率 好 另外這恐慌指數 也是在疫情初期之前 以來的新高點 分析師現在就指出說 美股狂跌的原因 可能是主要有兩大原因 主要可能是因為AI題材的趨勢 漲勢過了頭 那現在有一個降溫的狀況 另外就是很多投資人 很擔心的就是美國經濟前景 可能是陷入了衰退這樣子的憂慮 那另外當然美股的表現 也會進一步的影響到 今天的亞股 而在昨天的日韓股市部分 也是血洗下沙的 日經2.25指數 收盤跌幅超過12% 這是自這個2021年 福島核事故的危機以來 最深的一次 一度也是觸發了熔斷機制 不過在今天開盤 反漲了2650點 那韓股的部分也在昨天是重挫 不過同時間也是在今天 有強力反彈 日經指數在今天開盤之後 是一度上漲了3200點 成為有史以來交易時間之內的 最大漲幅 好 其實日韓股市在前一天 5號分別是暴跌了12%跟8%之後 今天是強勢反彈 東京股市日經指數開盤之後 一度上漲了3200點 是有史以來交易時間的最大漲幅 收復34000點的大關 而日本的東正指數也大漲了 超過8% 大阪交易所上市的日經平均的期貨 甚至是因為大幅上漲 所以在交易開始不久之後 就觸發了熔斷機制 日經225指數的期貨交易 一度暫停了10分鐘 而在韓股的部分 這是南韓的綜合股價指數 同樣也是在開盤之後 大漲漲幅超過5% 好 不過其實投資人很關心的是 那在美股的部分呢 會不會在今天最新的這個夜間 那之後還會持續的跌跌不休 路透社現在就分析指出說市場要進一步的觀察 那是美國聯準會未來的動作 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的確是震撼全球也影響到了國際的財經市場 促使投資投資人們他們是撤出這些風險資產 再加上這個波克薩公司大幅減少蘋果的持股 所以導致蘋果的股價也下跌了百分之四點八 這是美國科技七巨頭表現最差的 而在亞股的部分呢 CNN的分析師就提到說 日本跟南韓的股市在昨天暴跌 日股在盤中一度觸發熔斷機制 南韓的交易所也啟動了臨時停牌等等的措施 而希望的是今天不要再發生 美国股市再度重挫 当然现在加上的是整个国际的地缘政治环境的风险 中东情势战云密布 现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把握他的机会 在他个人的社群媒体平台狂酸贺锦丽的执政 甚至是预言美国会进入经济大衰退 还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Voters have a choice Trump Prosperity or the Kamala Crash and Great Depression of 2024 Not to mention the probability of World War III If these very stupid people remain in office Remember Trump he says was right about everything 但CNN的记者也提出了事实查核 表示美国最新一季的经济依旧是处于成长的 而且是超过了百分之二 而至于川普对手贺锦丽 她的支持度根据CNN的综合整理 美国有四家最新的民调公司就显示 川普是一百分之四十九 领先贺锦丽的百分之四十七 但是因为这个领先的幅度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因此只能说是不相上下 川普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取得比较明显的优势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